这里我们接上个视频继续来维修这块板子 上个视频我们把这里断开之后 下面两个管子输出就正常了 但是我们测量这个位置 它是有一个高电瓶的 那么就是因为有这个错误的高电瓶 导致这个管子导通 使这个电源板工作异常 那么我们现在就来找一下 这个高电瓶是哪来的 我们现在在通电 开机 好 我们再来测一下 现在5V没有了 但它这个输入这段是有5V的 只是说受了电路控制没让它出来 那这样就是一个正常的状态 但是我们不可能把这个给断开 因为正常情况下 我们是在开机之后 这里给它控制电压输出12V或者是5V 那么现在我们就还要往前查 我们看一下 刚才控制信号不是从这里来的吗 那就说这个地方是给它高电瓶 你看到没有 给它高电瓶 一个给到这个管子 一个给到这个管子 它们就输出电压 那我们就看这个高电瓶是哪来的 好 我们已经找到了 这个高电瓶是有一个3D管控制 我们可以看一下 刚才是这里 这里的控制 这里的控制控制信号 是这个3D管 我根据这个线这样跑 这样跑过来的 在这里 到这里 然后我来看一下这个3D管的形态 它是一个Y2 Y2就是8550 是一个PMP的管子 PMP的管子 要么这个管子坏了 要么这个管子满足它的导通条件 导通了 正常这个管子是G级的电压 小于发射机电压 它就会导通 那么我们再次上电 产量电压 G级电压 我们把万一表挪过来一点 G级电压 30.7V 发射机电压 31.5V 那G级电压是小于发射机电压 证明你满足它导通条件 它导通 那就说明是对的 好 我们再看这个管子 它的G级受哪里控制 我们来跑一下线路 我们可以看到它到这里了 然后通过这个电阻 到了这个三级管的极电机 那有没有可能这个是个 PMP的三级管 它给它高电频 它把这个电压拉低呢 那我们怎么测呢 我们怎么判断呢 一般通过NPN的三级管 它要把电压拉低的话 它的发射机是什么呢 接地 发射机 导地 导通的是不是 那证明就是这个三级管 要给它一个信号 它导通 给它高电频它导通 把这个这一点 也就是通过这个电阻 把它的这个 积极的电压拉低 它才会导通 但是现在没有给它这个电频 它为什么会导通 那么我们再来测电 上电测试一下 好 已经开机了 我们测试 我们看这个极电机 是高电频还是极电频 你看这个极电机是 高电频 看一下这里 这个不对 虽然说这是22伏 但是它比这个发射机的电压小很多 小了8伏9伏的样子 而且这个三级管 它的积极是0伏 它应该不导通 我们现在来把这里 把它短接上 我们找个开关把它短接上 好 这边我接了一个开关 我们看这个开机信号 是不是空着这个三级管 我们现在开机 我们再测一下 这个三级管的积极 现在是0.65伏 0.65伏 那说现在这个三级管应该导通 现在是导通了 那现在正常应该要输出 但是刚才这里这个22伏的电压 我觉得这个电压有异常 正常的情况下 这个三级管截止的话 这个电压 应该就等于这个积极的电压 这个电压应该等于积极的电压 那么我们把这个三级管给它拿掉看一下 好 这个三级管已经给它拿掉了 我们再次通电 我们测一下这个 现在是这里打开的状态 我们把它关掉 测一下 这里是0伏 我们这个极电级的电压 它应该等于这个积极的电压 你看这个中间是0伏 看到没有 它是没有电压的 我们可以测一下两个组织 两个电压是不是相等 33.3 33.2 33.4 33.3 那么 这样才正常 那说明这个三级管是不是有漏电的可能 刚才在没有给它通讯这个控制信号的时候 它为什么电压会下达到只有22伏 我们来测一下这个三级管 这个三级管我把它焊到这里了 看到没有 这是一个NPN的三级管 0.6的压降 机器和极电机0.6的压降 这个是给大家看一下 机器和极电机0.6 机器和发射机0.6 我们反过表比 这是没有 这个也是没有 我们测一下发射机和极电机是不是漏电 没有问题 那难道我判断错了吗 我们换个三级管吧 反正拆下来了 这个是一个 这个是808550 那这个是NPN的这个8050 好我们找了三级管 我们来把它焊上去 好焊上去之后 我们再次上电 上电我们来测量电压 好我们开机 我们再次测量这个三级管的极电机电压 刚才是 首先测机器 这现在是没有给控制信号 刚才没有给控制信号的话 是22V 现在就正常了 那证明这个三级管是有漏电 我们现在没给控制信号的话 它是33V 它和这边的机器电压是相等的 那么这个PMP三级管不会导通 就不会控制后面的电路 那么我们现在来 给它一个 开关机信号 我们把这个开关打开 我们看这边的极电机 是不是输出有高电瓶 开机 输出高电瓶 那这样才正常 那么现在我们把这 刚才拆掉的 这边有两个电阻 给它恢复 我们来测试一下 这块电源主板 好现在这两个电阻 我们已经上好了 现在我们已经通上电了 这边是一个关机状态 我们再测量这个5V 没有了 12V没有了 还记得视频刚开始吗 通上电 这里没有接东西 它就有 好我们现在来开机 首先看这个5V 开机 有了 12V有了 380V 这个是之前都正常的 好我们再关机试一下 这是12V 我们关机 12V慢慢消失 好那么至此呢 我们这个电源版的 就完全修好了 就是一个小的贴面参机管 性能不好导致的故障 虽然说这个维修检测过程 是一环套一环 但是呢 如果说透的话 其实也很简单 如果还是没看懂的朋友呢 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 下个视频呢 给大家画个图讲一下 大家就应该非常明白了